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上好 太早了 現在才八點多 為什麼這麼早起 是因為 是我一直很想做一件事情 很多人是從帶了車的美 認識我的 很多網友私信給我 說 你的朋友勒 你那個兄弟勒 怎麼好像消失了 不紅了 是不是怎麼了 所以我想 一直很想做這件事情 就是去找我的 這些我身邊很棒的好朋友 今天這個人是誰呢 晚點就知道了 我現在還是得先去拍片 因為今天還是有影片要拍 所以我要趕快去換衣服 等一下帶大家一起去找我這個 酷的這個朋友 走吧 去工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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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來這裡吃飯 你看看這個棉 它有長有快 有長有快 你們來這裡吃飯 覺得飯很好吃 我開心 你們來這裡吃飯 就像我給你們拉麵一樣很開心 好 好了 收工了 終於拍完了 但是我已經大爆遲到那一種 我要趕快去找我這位神秘的朋友 他應該等我有一段時間 糟糕 他沒有回我 是不是生氣了 我等下到捷運站 如果他還沒有回我的話 我就要打電話給他 好嘞 到捷運站了 太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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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熱啊 好熱敵啊 我跟你講啊 等一下進去啦 我那個朋友再不回我訊息 我今天就出包包了 好多人我現在放下 我很害羞 現在是要幹嘛時候你知道嗎 現在就是 喔 我朋友回我 我朋友回我了 聽他說什麼 因為我們建倉庫換了位置 我這次西門大不通耶 我每次到西門 我都搞不清楚哪裡是哪裡 我只知道怎麼走到三百壯士 然後再怎麼回六號出口 其他我不知道 好啦我要上車了 人好多 離開超爆炸的六號出口 六號出口 人太爆炸多了 趕快出來 好啦到六號出口了 那現在要去找我這位朋友 他已經等了真的是爆炸球 他已經要多等快要一個小時了 所以 趕快去找他 在美國街的方向 所以 Let's go 走吧 哪裡是美國街啊 往前應該就是美國街吧 應該是吧 我知道怎麼走了 我知道怎麼走了 過馬路就是美國街 過馬路就是美國街 看到這個 連河醫院突然想起來 連河醫院突然想起來 好了 他就是 在這個裡面 在他店裡面的倉庫 工作 我看到他在裡面 我把他叫出來 門口有一個帥哥 好 我知道 你知道是什麼意思 門口有帥哥 你知道 沒關係啊 反正已經等了一年了嘛 所以 再多等五分鐘也還好 我站在這邊等他好了 這樣我才可以堵得到他 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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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我 找不到 找不到 你要讓我等多久 你跟我說你要讓我等多久 你要讓我等多久 好 Miss me嗎 還好 Miss you 我這樣突然錄會不會很唐突 我有嚇一跳 對不對 我覺得這樣最real 就差一點就 就不 直接了 不say 不能播的我們都會直接剪成預告 OK嗎 今天這個裝備配備 這個配備你 可是我是很free 雖然拍歸拍 就是我覺得就是 等一下看想幹嘛都可以 好 free的 那我們要去哪裡 都可啊 先去看你那個工作的地方 好不好 我覺得OK 就這麼free了 這麼多人 就走了嗎 走啊 走啊 這裡 這裡是 這裡是倉庫 這裡可以住人吧 不理我 你是不是騙人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 想灑狗血 跟我說你一直在倉庫工作 然後是 你知道我四個月回來而已 我才剛回來 嗨 九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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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你好 哈囉 打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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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裡面好涼喔 對啊 舒適的環境 舒適的環境 快樂的工作環境 對 快樂的工作環境 還有快樂的小夥伴 那你平常都在那邊幹嘛 我平常就 店面會有配數量嘛 然後晚拍也會配數量 有人要的時候拿回去 然後還有就是 進貨 然後入庫 然後編碼 十點上班 六點下班 一天八小時 就一般上班族的概念 你吃飯了嗎 哇 我想一下 我忘記我有沒有吃飯了 最近都會這樣 什麼意思 就是熬夜熬久了 很久沒睡飽 很久沒睡飽了 那你有很久 沒有怎樣嗎 也很久了 什麼 你要說什麼 我很久沒有 好好的跟我朋友一起喝酒 怎麼樣你要 現在要喝 真的 你真講真 我覺得可以 我覺得不然就像 就像我們那個時候 就像我們以前 GBA商店 就買個酒 買個酒 然後到公園 對不對 買個酒 到公園晃一下的那種感覺 對 你覺得大學生冷媒這個節目 帶給你最大的 學習到的東西是什麼 我覺得是 我原本是從 可能街頭文化嘛 然後那時候可能只是想著說 讓更多人知道我這件事情 對 但是一去就發現其實 節目有很多的 妹妹嘎嘎 就是你的表現的方式 應該是 你必須變成一個表演者 我承認 我覺得我在大學生那時候 是 不是一個表演者的狀態 而是叫著去 讓大家認識我是一個 dancer 的狀態 這陣子你都在那個 這就是街舞啊 對 就是節目四個月啊 就是 每天因為 他其實有給你休息的時間 但是 我會每天很煩惱 自己做不到 導師的期望嗎 或是 隊伍的那種要求 就是我想要跳好 因為我原本是純B-boy 要去接受其他舞風的時候 會是一個很大的討厭 在節目裡面我都是最完走的 你覺得是什麼東西給你支持 家人 還是 我覺得 各種吧 就是 我每次都覺得自己撐不住 我還要不要跳 但是我又特別愛跳 就是家人會跟 支持你 但到後面其實家人也會希望你有一份工作 那我就去工作 其實跳舞已經變成生活上一個習慣 就是你 你可能不會 靠他賺錢 所以你覺得如果 今天 不管是你我 大家如果遇到 這個夢想不足以支撐 經濟的收藏版 這很現實 我覺得 我覺得我很幸運 Win Mr.老闆一直很幫助我 給我一份 不會說太難的工作 給我一份不錯的薪水 可以維持自己的生活 嗯 如果你覺得這個夢想是你真的想要的 對 你就會願意為了它付出 對對對 我們都是 我們都是 以前在節目裡面 哈哈 我們不是屬於那種 我們做什麼粉絲都買單的那種人 對 我們一定要付出努力 對 但是我們吸引到的人 是真正 非常愛我們的人 很多時候 會有人私信給我 嗯 你知道 其實 這是一點小事 但是我覺得 對我來說是超大的一個 強勁症 我有一天收到一個私信 他說 派翠克我在 信義區微風那邊 他說我看到你坐在椅子上 然後 我覺得你很苦惱 然後 我希望你能加油 因為 你一直帶給我們 是很正面的 的精神 然後 我看得到 他說我看得到你很 你很 你很 你很彷徨你很苦惱 但是你一定要加油 因為你是給我們這樣子的感覺的人 然後 他說我不多說了 就是這樣 拜拜 哇太感動了 你知道嗎 這樣講有點噁心 可是 他真的 他真的讓我覺得 有在觀察 他真的 他真的讓我覺得到說 我們是互相的 對 我們一起長大 我們一起成長 他看到我弱的時候 看到我給大家開心的時候 但是 他知道說 每個人都會有 抵巢 我們以前在那個 公益大使團的時候 就在聊這種事情 對 我們聊以後的夢想 我們聊以後的走向 我們聊以後的走向 我說你的夢想的時候 你那時候是說 你要持續跳舞 變成很厲害的人 對 對吧沒有錯吧 好久以前你就是這樣講 就一直在這樣 然後我就說 我那時候就說 我要變成什麼很厲害的主持人 對 結果我現在是一個 創作者 創作者 對一個分 導演演員 對 就是一個很厲害的演員 對 我覺得你很棒 幹嘛要 額額的 新的 新的tattoo 這個 畫上去 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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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